大家熟悉的嘎子哥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嘎子了 如今的他定位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红 准确的讲 他是所有直播网红之间的一名 已经从昔日的明星成功转型成了直播网红 12月30日 有媒体朋友放出消息 形容谢梦为嘎子 也面临着要补税的可能性 虽然这一件事情还不能全面确定 但据媒体方面的形容 嘎子哥的助理已经确定了 他也要补税的操作 前一段时间他还表示自己在北京买了二套房 还给老婆提了一辆数百万的豪车 看来嘎子在直播的这一年里 应该是赚了不少的钱 当然我们也能从他昔日和老婆互动的动态 也能感受出来 谢梦为虽然不在主流的影视剧中露面了 但他做直播卖酒可以说是非常火爆 还与潘子曾经一起被称为两架马车 如今嘎子哥传出了也要补税的消息 他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做直播所赚的钱难道都要吐出去吗 如果媒体所形容的消息属实 那嘎子这也太难了吧 要知道在直播卖酒的时候 他非常的卖力 而且与潘叔一样是同台竞争 某知名媒体是这样子形容的 演员嘎子被爆要补税上亿 甚至连自己北京的两套房子都卖了 光靠带货能赚这么多钱吗 甚至媒体形容嘎子还曾找张一山借钱 但张一山没给 不过这一件事情还没有证实下来 根据整个金圈的媒体朋友透露 在北京的众多直播明星之中 要补税的人太多太多了 回忆嘎子谢梦伟曾经卖酒的片段 他可以说是比潘叔还是要实际一些 赚钱他肯定是赚了 不然也不会公开表示自己在北京拿下二套房 还给媳妇换了一辆价值数百万的豪车 嘎子如果没有赚到钱 谁也不会信 只是如今传出补税的事情 他直播所赚的钱 恐怕也将要全数补进去了 当然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他如今已经很少演戏了 算是一个非常正统的网红直播达人 一旦补税的事情操作不好 他甚至会被定义成像威亚一样的存在 今后也将无法再进行直播 被定义到污点直播行列之中 如果一旦属实 那么他的事业也将面临近回的局面 威亚就是最好的代表了 而嘎子这一次有没有把握住 甚至潘叔有没有把握住 就看这背后官媒行动的力度了 希望嘎子没事 能很好地应对此次圈中补税的危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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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